好,这里呢,我们继续回到这样子的一个香蕉的一个色彩的一个绘制当中 那么这里呢,我先找了一个固有色啊 大家记住啊,如果是用色彩绘制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第一步先找什么呢 先找固有色 先找固有色 这里呢,我依照这个绘画啊 本身的固有色来进行 一个描绘 然后呢,我将亮部的颜色找出来 那么亮部的颜色一旦找出来呢 我们,这里呢,我先找了亮部的颜色 亮部的颜色一旦找出来呢 其实就意味着啊 我们将素描关系中的阴影就区分出来了啊 因为我们一旦画了亮部 那么阴影的地方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一开始的,我们应该关系的 我们可以拉的稍微大一点 好,然后呢,我们到这里呢 将一些固有色的一些变化绘制出来 好,整个颜色呢 也是比较偏暖的一个颜色 好,整个颜色呢 这些是一些固有色上的一些变化 这些都是 直接用色彩绘制呢 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这一步呢 我们实际上呢 也是在绘制素描 好,这一步我们实际上也在绘制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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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暗部啊 这样 拉的重一些 好,如果我们把它调成一个黑白关系的话呢 我们就一定要保证 这个黑白关系啊 是一个比较OK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在绘制素描 对啊 好 所以我们将领外关系进行区分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这个明暗关系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去色工具 去色工具 用去色工具去看 那么去色工具呢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一个叫 我们直接按住CountryY 直接按住CountryShift加U 那么CountryShift加U就可以将我们的画面进行去色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香蕉的大颗关系就出来了 那么CountryShift加U 那么CountryShift加U 这里我们就将一个大的色彩关系进行了一个绘制 接下来呢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可以将投影绘制出来 接下来我们将投影绘制出来 这个投影呢我们找一个 先找一个比背景略深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来画出投影的形状 来画出投影的形状 颜色呢其实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去叠加 而不要一开始将这个颜色化得很重 颜色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叠加 而不要一开始将颜色化得很重 慢慢的我们再到这个颜色里面去找别的颜色 再来看看 那个东西放入 然后再来看一下 就是那么多的颜色 现在要先把颜色逆 盛色里面的颜色 把颜色在颜色里面做相差 甚至于是个颜色 队面画出锅 可照片 爽 爽 所以这里要比出的还不软 这个颜色我还是比较接近于我选的这个图片的颜色 在画的时候呢我是用的是这种 将一个 将颜色关系 画的比较正确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色稿上面进行一个颜色的变化 就是进行一个合层 进行一个合层然后进行绘制 所以说呢这里呢我一直在这个整个的色层之下进行绘制 一直没有在这个颜色色层上面画 这个颜色的颜色 这个颜色的颜色 还没有在这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的颜色 就要是觉得比较行绘制 一个颜色的颜色 现在进行是个颜色的颜色 对说呢 好像说呢 大概就是一个颜色的颜色 对说呢 好 这颜色的颜色 好 这里呢我们开始将这个颜色进行做分界的处理 进行分界处理 把蛋挡一个白痴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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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